同学们好,欢迎大家来到生命的课堂 下面我们通过这个事例给大家讲解 讲另外一个小知识点 关于返回值的 返回值的根 就是函数的返回值 我们前面都已经给大家讲过 首先在我们的主函数当中 大家可以看我们这有一个可以给大家指定 返回一个整数0 当然这里面大家注意 这里面的return 我们也可以直接return 直接这样写也可以 默认是返回一个整数 这就表示 我们的这个主函数 是有返回值的 是有返回值的 你讲说我们 下面这一个例子 下面这个例子 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这一个return 我们在返回的时候 它可以是给这个z加一个括号 加一个括号 那塔雷这个效果也是一样的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返回这个z的类型 一定要和我们这个返回类型要一致 是吧 这里面的一致什么意思呢 你假如说像我们的这个 整形和似幅形 其实它是一致的 是吧 是可以转换的 要整形都有整形 是吧 你别这个整形跟自不穿类型 然后就去混了 是吧 那就效果就不太好了 是吧 或者呢 是 我这个类型是整形 我返回的是伏点型 是吧 伏点型 那这样的话 就有可能会出现这种 精度失去的问题 是吧 那假如说如果我没有这个return呢 那这时候呢 我们这个函数类型呢 应该就给它定义成ward类型 是吧 ward表示我们的函数为空类型 所以那这里边我们这个return 它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是不是返回 作为我们函数的一个返回值 传送我们返回值的 是吧 这是我们的返回值 V 是吧 它的目的就是说 谁调用了它 它就翻给谁 你就像我们这地方 这里调用了 那它就会把这个Z 给反回过来 付给谁啊 付给我们的这个M 是吧 付给我们这个M 其实它就是扮演这个角色 是吧 扮演我们这个角色 那就是说我们函数的返回值 那必须要由谁啊 要由我们的return代回 所以这里面我们做一个总结 是吧 做一个总结 来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函数 好 返回值 返回值 要由我们的return 给带回 对吧 给它返回去 好 这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的return的语句 它只能把一个函数 传回去 而这只能把一个值给传回去 就是return 只能传 带回 带回一个值 一个值 带回一个值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你在这个地方 你返回的时候 你不能返回一个 比如说 iturn 返回0 1 不能返回两个值 你返回一个 是吧 你返回一个 但是呢 在我们的这个 这个函数里边呢 我可以存在多个return的 哎 有同事不是只能返回一个吗 那注意 我存在多个return 它并不代表我可以 同时返回两个值 它只不过是 执行了这个 就不执行了另外一个 是吧 它是这样的一个角色 是吧 要说我们做一个判断 如果这个表达是怎么了 是吧 那我们就返回 一个1 是吧 那否则呢 就是返回一个2 是吧 一个2 那这种情况下 是不是我们最终 还是只有一个return 语句之形了 是吧 这是什么 这是这个 可以 有 有多个 我这个笔不是特别好用 写的特别费劲 所以写的可能不太清楚 那就是多个return语句 但是只有一个执行 只有一个执行 至于哪一个执行 那就是业务问题了 是吧 业务问题 然后那个第四呢 那就是我们的这个返回的 返回的值 返回 返回 返回值 可以是表达式 大家可以看我们这个Z 其实本身是不是有它呀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直接把这个它放到这地方 就把Z去掉 是吧 是不是也可以呀 稍后我们可以试一下是吧 我们也可以直接把这个表达式给放到这边上 给它返回 也是没有问题的 是吧 也是没有问题的 这主要是这几点 好吧 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好吧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子 像我们刚才这个地方做了这一个 是吧 然后说我们把这个直接拷贝过来 放到它这个地方 以表达式的形式 可以返回去 我们来执行一下 大家看下有没有受影响 大家发现其实并没有受到影响 并没有受到影响 而且大家可以看我们把这个注释了 这个函数调用 函数调用 我定义的是整形 那我这时候我返回整数是没有问题的 是吧 我直接返回整数 是4 是9 是9 那这里面大家注意 我现在给它返回什么 返回一个字符 是吧 可以看一下 有没有问题 是65 是吧 那我们字符A的对应的时间制 是不是65 这时候大家就注意 要注意这个地方了 是吧 这里边 我们定义的是整形 是吧 是整形 那现在我们输入的是字符形 是吧 是字符 是吧 那这个就说明什么呀 我们输入的这个A 把它给转化成什么呀 65了 是不是相当于它自动做了转换呀 自动上它表示 我们说了返回类型要和我们什么呀 声明的这个类型要一致 是吧 要一致 所以这里边大家注意 我们这个字符和这个整形的它就表示是一致的 是吧 表示是一致的 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 要注意一下 这是没有问题 这是没有问题的 这是没有问题的 那我们输入其他类型行不行呢 是吧 假如说 或者定义一个 浮点型 F等于一个3.1415 3.1415 OK 那这时候我们返回F 是吧 返回F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能不能正常 是吧 能不能正常 大家可以看 这时候我们输出出来其实就不正常了 是吧 并不正常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想要的结果是3.1415 但它直接给我们做了一个什么 是不是做了一个强制转换呀 是吧 它这里边是相当于做了一个强制转换 它本来是3.1415 它现在呢 给我来一个整形它 直接变成3了 是吧 这一般情况并不是我们想要的一个结果 是吧 这就不正常了 是吧 所以说 定义这个函数的时候 一定要我们返回直 和我们声明的类型 要保持一致